北京时间1月15日消息 中国男足国家队继续进行在上海的集训 前锋张玉宁在今天的训练前接受了媒体采访 球迷很关注你的发型 打算把头发留到多长 具体多长还没想好 长到不行了再剪吧 留这个发型的原因 当时是因为长时间隔离 没有好的理发师 我又比较挑 就想着留长了算了 不用剪了 李肖鹏指导上任后的第一期集训 球队整体有哪些变化 这次集训人数挺多 也多了很多年轻球员 球队很有活力 很有朝气感 作为前辈跟年轻队员的交流 很多人都是我在国奥时候的队友 都很早就认识了 很开心熟悉的伙伴入选 李肖鹏指导有没有和大家的交流 今天是第一次全员到齐 还没有太多的交流 随着训练的深入 会有更多技战术上的安排 老国角出任教练组成员的意义和作用 确实可以感受到前国角们的水平 很小时候就看他们踢球 也是一种言传身教 希望能在他们身上学到更多东西 自己有没有信心攻破日本队球门 日本队实力非常强 之后的训练会有针对的部署 只要我们做好自己 破门很有可能 封线上有没有针对日本的具体技战术部署 现在大家都是刚到 刚刚分出来两个队伍 刚开始磨合 还没练到这么深入的部分 可以介绍下你这边队伍的人员吗 我们这边更多是新来的队员 以前国奥的队友 他们在训练中表现出来的欲望很强 气氛非常好 之前的12强赛不太顺利 球队如何短期内恢复自信 调整好心理 倒也不能说不顺利 我们也没有丢失掉信心 在比赛中不管结果如何 都打出了该练的东西 作为队员我们很欣慰 自己在比赛中展现出了训练的东西 经历了密集的联赛 现在身体状态如何 一个月的联赛非常密集 大家的身体还是非常疲劳 通过这几天的调整训练 属于循序渐进的恢复 我相信到比赛的时候是没有问题的